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逆矩阵有哪样一些性质 假如说 这个AB都是N阶的可逆矩阵 如果A可逆的话 A的逆 也可逆 而且A逆的逆是谁呢 是A R是A 为什么 为什么如果A可逆那么A逆也可逆 你这样想啊 原因是什么 A乘以A逆是E嘛 我们刚才说了是不是A乘以B是E 我们两个是不是都可逆的 我是你的逆是我的逆 那么右边那个A逆就是A的逆是不是 那左边那个A是不是就A逆那个逆就是逆是不是 第二个 如果A可逆 这个数Number的不得了 这个数Number的不得了 那么Number的A 也可逆 为什么 还记得这个吗 还记得这个吗 Number的A的行列式是Number的N次方乘以A的行列式是不是 记不记得为什么是Number的N次方出来呀 Number的A是竖程 竖程是变成 行列式里面 某一行有公益子T个Number的出来 Number的Number的 是不是 Number的Number的 所以Number的A也可逆 还因为A可逆嘛 这个行列式是不得了 那么Number的A的行列也不得了 Number的A就可逆的了 而且它的N是谁呢 我们下面采取一个验证的方法 怎么去验证的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推论 我们就是用这个去证的 我们下面用的理论都是这个 如果A乘以B等于E 那么A等N 它就是B 那同学你这样想 Number的A 乘以Number的1分 Number的分之1A逆啊 我只要说明它是E 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E 你就这样想 那个圆圈里面 是不是就Number的A的逆矩证 你看它们两个乘船是E吗 是不是E啊 树跟决定乘发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树是不是想放哪儿放哪儿 想放哪里放哪里是不是 Number的乘上Number的分之1 再乘上一个A 再乘一个A0 A乘以A0 Number的乘以Number的分之1 是1嘛 我们两个乘过以后是E 我就是你的N 是不是 Number的A的N 等于Number的分之1 A的N 再来看下面这个 如果这个A B 是同阶方证 而且都可逆 那么A乘以B 也可逆 A乘以B也可逆啊 而且 它的逆是谁呢 写不写给你看 A B为什么可逆啊 A乘以B的行列式 是不是等于A的行列式 乘以B的行列式的 A B都可逆 它们的行列都不等于0嘛 所以A B的行列怎么样 不等于0嘛 那A乘以B是不是就可逆 它的逆是谁呢 注意 它的逆不是A逆逆0 你这样想啊 我现在要去找 找那个谁乘以AB 或者AB乘谁 等于E是不是 大家看一看 如果你是A逆B逆的话 你不可能等于E的 你这个B和A逆 你这个A和A逆 倒不在一起去是不是 但是请你注意看一下 AB乘以B的B的A逆 B的B的A逆 这样消掉了是不是E了 E走你 E走你 A和A逆是不是到一起去了 所以AB的逆是谁 是B逆A逆 而不是A逆B逆 这有个什么原则呢 叫倒序原则 倒序 同学们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这样的例子 实际上你们看到没有 我们的决定的惩罚 我们为什么引入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线性变换的符合 我们曾经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X123到Y12的线性变换 是不是还有一个Z123到X123的线性变换 然后我就问你Z123到Y12的线性变换 我们是不是引入了决定的惩罚 这个决定的惩罚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线性变换的符合 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有时候做一些运算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 穿袜子和穿鞋子 谁先做 我们是不是先穿袜子 再穿鞋子 这就是一种运算的符合 是不是 那你晚上回去 是不是做它的倫运算 那就是脱物 你先脱什么 你先脱鞋子 再脱袜子 是不是 倒序吗 你早上起来先穿袜子穿鞋子 你回去不是先脱鞋 先脱袜子再脱鞋子吧 你先脱鞋子再脱袜子 是不是 再倒过来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一个规律 AB的逆是B逆 不是逆逆逆 第四个 如果A可逆 那么A的转质也是可逆的 而且A的转质逆是谁呢 转质的逆和逆的转质是一样的 这两个运算可以交换次行 为什么 你就这样想 我要说明 A的转质的逆 是逆的转质 你就这样想 不就相当于这个意思吧 如果我们两个乘穿意识不就完了吗 如果我们两个乘穿意识 你右边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左边这个矩阵的逆矩阵 我们两个乘穿过以后 如果是意识的话 这个圈圈里面 是不是就是A的转质 这个矩阵的逆矩阵吗 A的转质逆 那就是右边这个矩阵 是不是 那我怎么说明它是E呢 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两个人都有转质了 还记不记得A乘以B的转质 是不是也有一个道理原则 叫B的转质 A的转质 那它就是谁 它就是A 你乘A做转质 A你乘A是谁 是E E转质是谁 那我们两个相称是E 我不就是你的逆吗 再来看第五个 如果A肯逆 那么A的逆的行列式 就是A的行列式 倒过来 左边读作A逆 右边是A的行列式的负义次法 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上我们前面证过了 因为A乘以A逆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E 我两边许行列式 是不是就是E 根据行列式的运算性质 这是不是就是A的行列式 乘以A逆的行列式 等于C 这是不是A的行列 乘以A逆的行列等于E 我们两个行列式 是个互会倒数的关系 所以A逆的行列式 就是A的行列怎么样 倒过来 倒过来 这就是关于E的一些性质 那么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替大家注意 有什么问题呢 很多同学容易在这个地方有问题 请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一个 A加B的行列式 是不等于A的行列式 加B的行列式 但是我们还讲过一个 A加B的转制 是不是等于A的转制 加B的转制 A加B的转制 是等于A的转制 加B的转制 但是请你注意 A加B的逆 不是等于A加B的逆的 你不要人为等于 这几个东西你不要搞混 A加B的逆 并不等于A的逆加B的逆 A可逆 B可逆 A加B不一定可逆 很简单 B就是负A 是不是 这个例子给你看一看 比如说大家看看 A这个转转可逆不可逆 100-1 这个A是不是个对角针 A是个对角针 这个对角针可逆不可逆 它的行列是负1可逆的 B是不是单位转转1 是不是也可逆 行列是1 所以大家看是不是对角针1 2 它的行列式是不是等于 2 A B C都可逆 A B都可逆 A加B A加B大家看看 这个负1和这个1加0是不是就0了 然后这个1加1是2 0加0 0加0 这个是不是一个 2000这个行列式等于几了 这个行列式0-0 是不是 它不可逆的 虽然A可逆B可逆 但是请你看一看 A逆加C逆 为什么不等于A加C的逆 那么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种矩阵 它的逆是非常好求的 哪一种矩阵呢 当这个南部的1南部的2都不等于0的时候 这个矩阵的逆是谁啊 我们一下就能写出来的 它的行列式是几啊 是不是这个对吧 主地角线对调 负地角线变号 0变成负0 是不是啊 同时不要忘了出去它的行列式 这个等于谁了 这个就变成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个二阶的地角 它的力非常方便 就是把地形元素把它倒过来 就可以了 把地形元素主地形元素把它倒过来 那么大家看一看 A的力是谁 是不是自己 倒过来嘛 对吧 C的力是谁 C也肯定啊 C的力是不是倒过来 1 2分之1是不是啊 那么 A加C是谁 大家看A加C 我在这里跟你写一下啊 A加C是多少 A加C这个地方是不是变成了 21 是不是啊 那么A加C的力呢 2分之1 2分之1 0 0 0 是不是啊 你看到了没有 A加C的力是2分之1 0 0 1啊 啊 但是A2加C的什么 A2加C的力是不是1加1 2了 对吧 啊 负1加2分之1 负2分之1 是不是啊 显然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同学们你想一想 一阶方阵 这个式子是不是都不成立 我问你 A加B的负1次方 等于A的负1次方 加B的负1次方 我们现行战术上是中学的一种推广 你这小方都不成立 这大方怎么可能成立呢 是不是啊 一阶方都不成立嘛 啊 所以A加C的力啊 它是不等于 A的力 加C的力的 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我 假如说 A B都是 N阶的可逆矩症 满足 A加B 等于A乘以B吧 就是个这样的矩症 我们能不能找到 我们当然能够找到 A加B等于A乘以B 这样的矩症 我们是能够找到的 叫你证明 A解E的力 等于B解E 而且 A B是可以交换的 什么意思 就是A B等于B A B等于B 好 这个是一个抽象举论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求一个抽象举论的力呢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 如果A乘以B等于E啊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我们能够得到 A等于B B等于A 是不是 我们还能够得到什么 我们还能够得到B乘以A 也等于E A等于B B等于A 我们还能够得到B乘以A 也等于E 也等于E 那么下面我们就朝这个思路去出发 分析一下 A加B 减AB 等于0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去把这个诗子 A加B等于AB 化成什么形式 化成右边的一个E 把它化成是A-E 称个谁 我们的思路就是这样的 把它化成是A-E 称个谁等于E 是不是 或者谁称A-E等于E 就这个思路 那么我们怎么从这里构造一个A-E出来 怎么构造一个A-E出来 或者怎么构造一个A-E出来 是不是都可以 怎么构造一个A-E出来 从这里看 是不是右边可以提个B出来 右边提个B出来 这就变成谁了 是不是E-A 是吧 那你如果要来个A-E呢 那也很简单 你来个复号 A-E吧 我现在要把它画成A-E成谁 那你这里是不是来个A-E 你给它减个E 减个E 左边减个E 右边是不是也要减个E 右边也减个E 那么你下面是不是就可以提谁出来 左提A减E 是不是 左提A减E出来 是不是A减E称上E减B等于-E了 那么你把这个复号拿到这边来 这个地方就可以写成什么东西 是不是可以写成B减E吗 所以A减E身上B减E 是不是等于单位就有成E了 现在是不是就出现了这么个式子出来了 这个式子一出来 马上我们就能够得到两点 拿两点 第一点就是 是不是A减E的N就是B减E了 A减E的N就是B减E 那么另外一点是谁 只要AB等于E 是不是也有BA也等于E 那我就能够得到一个什么 我是不是就能够得到B减E乘上A减E 等于E 把它交换一下 B减E乘上A减E等于E 是不是 好只要出来了B减E 你成了A减E等于E 你就这样想 这里存出来AB 这里存出来BA是不是 所以 你这样看 这里是一个BA出来 这是不是就减个B 这里就减个A 加个E 右边有个E BA等于什么 是不是出来的BA 也等于A加B BA也等于A加B AB也等于A加B 是不是 AB也等于A加B 既然BA是A加B AB又是A加B 是不是 我们两个等于同一个东西 所以 A加B B怎么样了 等于BA 是不是 这是不是就AB可以交换了 就AB可以交换了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解体力的思路 就是靠这个知识流 就是靠这个知识流 这个思路我们再也 反正这个右边要这个其他方面要对吧 要要要 因为我要什么 因为我要E嘛 所以我就把它都移过来 把AB减A减B等于邻居 然后左提个A 是不是就一个B减E出来 对吧 减去一个这个地方也来个B减E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样一来你看 就变成了A减E 称上B减E等于E了 那么A减E等于E是谁 就是B减E 同时可以交换 把它拿到前面称一下 这样啊 他们两个相称是E 那么B减E称上A减E 是不是也是E了 那么这样称出 BA减B减A加E等于E 是不是就BA减A减B等于邻居症 那么BA也等于A加B是不是 AB也等于A加B 所以AB可以交换 这个翻过来覆过去 就是靠这么个知识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